再問一下慶龍 有沒有什麼 就是其他的方法 可以投資反向的ETF 最簡單的 最簡單 因為其實這個反向ETF 因為它是新的商品 所以往下跌過程中 其實證交所還會覺得 這個部分它的風險 可能比一般的做多 它必須得讓一般的投資人 更了解它實際的操作方式 所以如果你要買這種 反向的台灣50 你必須得先跟據 券商去簽署一個 告訴你 必須得知道 有這個的差別 除此之外 它還必須得有兩種身分的人 第一個 你必須本身要有 所謂信用交易戶就是 已經有投資經驗 就是你曾經有投資 用融資 融券 買過股票的一些人 沒有用過融資 融券就不能買 你可以重新申請 就是說你開戶超過半年 開戶超過半年 買進超過10筆 你就可以申請融資券的資格 第二個 如果你不想開信用戶的話 如果你過去的這半年 你曾經有交易過 10筆的權證 也可以買 權證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去買 我剛剛所講的 反向的零零零零 所以它買一樣是像我們平常 就是下單的方式去買嗎 完全多一樣 其實就是買多的概念 只是標的不一樣 我就是看不好 那我就買你 買你以後它就往上跌 換空是不一樣的 而且最近你也看不好 對 很早就看不好 到明年都不好 對 這是重點 不過因為國內的一個金融市場 是一個潛盤子的一個金融市場 而且坐手橫行 只要吹一口氣 就可以捲起三尺浪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來講 都覺得我不曉得怎麼去做 更不要講說什麼資產配置 但是這些問題 我們如果透過聰明的 懶人投資宿的話 通通可以幫你解決 是 好 除了剛剛我們聊到 這個返鄉的ETF 大家是其中一個選擇 那我們來看一下 懶人投資的第二招 我們還有什麼選擇呢 組合基金妥善配置 最抗跌 那這樣請問這個靜宇 什麼叫做組合基金 組合基金跟一般 我們所熟知的基金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一般基金是直接買股票 組合基金就把專業經理人 專家挑選的基金幫你組在一起 它會幫你組債券基金 也會幫你組股票型基金 股票型基金有很多單 有很多比如說區域 很多國家 最近銀行好像很熱門推這種商品 對 然後甚至於現在 組完這些基金之後 還會配息給你 現在叫做收益型 對 那個名稱可能也許大家都 配得息也還不錯 對 有的 它就等於是把這個 基金領到的利息 基金領到利息也是 譬如說公司給的 對 債券基金本來就有債息 股票有股息 對 它拿到利息 然後再從這些基金拿到之後 再分配給大家 是 來那個板子借我一下 好的 因為我想我們都聽過一句話 叫做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 對 但是對我們小隻男女來講 你就只有兩顆雞蛋 你怎麼放 你怎麼分 萬一你只有一顆雞蛋 你放在不用籃子 不用剉車沒有 不可能 這叫做資產配置 好 理論上來講 我們的資產一定要買什麼 要買股票型基金 買在線型基金 買平衡基金 買這個一般的 一些散型基金的紙基金等等 不可能 你一顆五千塊而已 你是要怎麼買這麼多 乾脆 它已經幫你組合好了 就是套餐的方式 你只要一個雞蛋放在這邊 其實你那個雞蛋 它已經幫你分散了 這叫做 不過我要請問一下慶榮 很多人會認為說 這樣的話 它的獲利會不會輸給 股票型基金 但是聽說 過去兩年 組合型基金的表現 不但沒有輸給股票型基金 有一些反而是更好 是不是 對 其實會有組合基金 這個商品的出現 是因為現在的人 其實在買基金的時候 基金的限制非常的多 比如說如果今天買的是 日本基金 基本上這檔基金 就應該要去買日本的股市 剛剛不是我們提到說 台股可能接下來的行情不好嗎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買了 台股的基金 再怎麼不看好台股 它至少還要持有 60%的持股票 對 有一些要7成 對 所以你再不好 你也只能 你還是要買6成 但明明股票就要開始下去 你還要買6成 所以自然而來 你的績效就會受到影響 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買一個 組合基金經紀人 就可以把台股的部位給抽掉 去買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組合基金 它基本上它有改良過去買 很多基金的一些限制 所以也讓現在 目前很多的投資人 或者是銀行的理專 大力的去推廣 這個是我們目前看到 這近兩年來 其實不管是股票型的基金 或者是這種固定收益型的基金 所謂固定收益型 就是像一些債券型的 它的資產的規模 其實都是負抖 你看股票型流出了135億 債券型的也流出了528億 唯一有增加的其實就是 全部跑到組合型去 對 組合型 我們這兩年增加了549億元 增加這麼多 其實一定有來自於 它績效表現不錯 我們看組合型基金 這兩年的績效表現 21.27% 其實它的績效其實是 跟股票的25% 其實不相上下 真的耶 這過去其實像目前 全球的金融市場還在多頭 所以股票型基金 當然有好的表現 但是一旦開始進入空頭的時候 這個股票型一定會往下降 但是組合型的基金還可以維持在 不錯的一個績效表現 所以這也是我們看到這兩年 其實整個應該說 金融市場的組合基金的興起 其實都有它的一個道理在 是 所以感覺起來好像比較安全 然後它的報酬率又還滿漂亮 它是進化版的基金 對 好 那來問一下崔萍姐 有買過類似這樣子的組合基金嗎 有 我以前一直有一個 有一筆錢就是放在組合基金裡面 然後那裡面就是它會 也可以依照我的意思去轉換這樣 對 然後我在大概 之前大概兩年多前吧 那時候黃金不是有一波漲跌嗎 然後有一波流行就是買黃金熱 我是在它從2000多 2100疊下來到1700的時候 那時候進場 我覺得那時候進場是不錯的時機 所以後來好像有再漲回來 有賺15% 10%的時候 我就放著 我認為這種組合型基金是長期的 對 所以我就放著 然後結果沒想到 最近好像黃金是不是又暴跌 又下去了 到1100的是不是 所以我就是因為那個 黃金的組合基金 因為那一支 就一直跌了 可能跌了很多% 真的喔 跌了很多 可是因為它是組合型基金 它還有其他的債券型基金 或其他的基金幫我 幫我支撐 幫我平衡一些 所以到目前為止的賠率 大概是就賠到 在整個帳戶裡面 大概是賠到9%多這樣 9%多 那就很多了 如果黃金的話 就賠到差不多46% 對 來問一下亞倫 就是你有買過類似的基金 然後投資報酬率是怎麼樣的 最早買是很多很多年前 就海嘯之前 對 有在寄那種 人壽保險公司推的 然後它也是會跟你一直分 然後有時候你可以自己轉換 然後笑的時候 當然也一直去笑 對 就是慢慢的然後再做一些 那專員都會幫你看 然後去調配 但那個就是因為要放20年 所以也就比較沒有去看它 那之前不好的時候 你都完全沒看 就是它會每個月還是會寄 那有可能以前都在收一些 就是證實 後來笑完之後有到負30過 對 那也慢慢有回來 所以現在也是大概負個10以內 所以它就是慢慢放長 那因為那個是有綁那個保險的 所以就也只好一直綁 也沒辦法處理 對 沒辦法處理 就是你現在拿出來也沒有什麼用 那它就會一直跟你說 這是放長的 這是20年 因為這是保單 還有這樣 這是我也有 可是我覺得最大的風險就是說 你會很生氣就是到了 真的你忍到了20年 中間有齊齊疊疊疊對不對 都不去管它 你到了20年之後 你連利息 這20年利息都沒有了 對 這才是真的損失 還有通貨膨脹對不對 對 所以是不是也有買過 大陸的什麼短期債券 有買過 去年我買過一個大陸短期的債券 債券型基金 它就很保守 可是它也就是有個4% 6% 可是它跌 你就最多只看到跌1 2% 所以你真的心情都會是很好的 對 對 你就是不會 安全感 所以包括最近這樣震盪 它也沒有付太多 我後來賣掉了 所以後來賣掉是短期的 好 那講到這麼保守的投資標的 我覺得還滿適合佳穩的 真的選擇這樣子 因為我自己是07年 開始接觸 然後我剛才也是什麼都不懂 我就是因為我們家樓下就是銀行 然後我錢也都存那兒 所以李磚就說 現在訂存不好嗎 你要不要嘗試看看 我覺得好 不錯 因為我這個人 我就有時候怕死 是一個很好的個性 對 我們家的李磚就是我只要去樓下 比如說我只是經過7年 然後我就會看一下 然後看到他在 我就繼續說現在怎麼樣 我可能一天會問他三次說 現在怎麼樣 然後但是我也從這裡面 學到很多 比如說他給我很多觀念就是 雞蛋不要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所以你可以有不同的調配 他就會跟我說 建議 好像這時候可以怎麼樣 對 然後我就會說真的 那為什麼 就是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我們這個就是學 對 就是如果人家講 你這樣盯盤的狀況下 是獲利還是賠 而且他還獲利 我在09年 09年的時候 就是我的李磚都會提醒我說 可以賣了 可以賣 我在09年的時候 我大概20% 那也很不錯了 對 好 瑞德哥 像你就是在股市玩得這麼開心 基金你會有興趣玩嗎 其實我的個性很保守 會不會覺得賺太少 對啊 我個性很保守 這可能只有腳踏車 腳踏車 我還不太想介入台灣股市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很奇怪 每次漲的時候 我一進去買就跌 你知道嗎 這個股市很奇怪 那你買的時候要通知我們 對啊 所以但是我有一個很好的個性 就是我能忍 你知道嗎 那麼因為親戚在這個銀行 每到一個時候銀行都要 他們就要推銷什麼 一下子不是信用卡 一下子要寄金嘛 對 那早上門了怎麼辦呢 好 那就買 那也不知道到底什麼好 分散風險 分兩個州 一個亞洲 一個歐洲 我們也沒買過 想說分散風險也對 聽起來沒錯 一個亞洲的日本 夭壽 為什麼 日本長達十幾年經濟不景氣 你知道嗎 他要買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他買的亞洲是日本 對 然後另外一個是歐洲 我是用兩個孩子的名義 定期定額 基金要長期的放嘛 對 不理他 你知道嗎 結果後來遇到不景氣 不景氣後面還有個金融海嘯 是 那個看到那個基金的時候 因為你每個月還在扣 你知道嗎 很可怕 對 那個日本的那個基金 最多最多扣到 沒有 我比你更嚴重 更嚴重 我日本買了小型股基金 我最多到負80 你知道嗎 那個心情其實是 很可怕的 對 所以那時候有贖回嗎 你這時候贖回 我馬上就虧那麼多 對 所以後來我認為 你人生一定要有個停損點 對 我怎麼可以復80 復80的時候 我還繼續每個月扣呢 日本的部分 其實我已經繳了五年了 停 我就把它停 你知道嗎 停了以後就不理他 我真的就不理他 兩年後有一次寄來 好奇 我看看現在剩下多少 你看 現在看他剩下兩年了 對 我一撕開一看 加30 你知道嗎 怎麼可能 我立刻打電話去給我的親戚 怎麼可能 而且你還停扣 我立刻把那個親戚 全部出光 因為歐洲富達基金 來回加起來剛好100 來回100嗎 最糟糕 它跌50算50 變沒有可以 漲到最高的時候50 那是不是100 因為我人生來講是100 所以是後來到50的時候 我就叫它全部出金 是 你知道嗎 來回這樣衝已經是多少年的歲月 對 你知道嗎 但是我告訴各位就是說 基金也不能亂買 對 因為以前我就是聽人家講說 基金買了以後長期持有 一定是OK的 你錯了 沒有… 基金還是有漲跌的 對 因為大家都一直覺得說 基金真的比較保守 然後我買了 我好像不用管它 它自己都會生錢 其實還是要關注它 現在要做點功課 對 其實如果遇到像2008年 那種全球型的百年 罕見的金融海嘯的話 覆巢之下無完卵 對 大家都死 那時候只有錢 放進去人家就好了 我一次去拜訪一個公司 他媽媽都不會做高票 每天都不會放在頂巡 那時候頂巡還有3 4% 他們家全部通通虧 沒有一個賺的 買基金的 買雷曼的 買股票的 那時候超慘的 沒有一個賺的 只有他媽媽賺 他媽媽很了不起 我告訴你 這個也不買 這個也不買 你看 人家放到銀行最安全 真的 不過那個時候 銀行也會倒掉 對啊 連銀行都差一點倒掉 所以存一家怕倒閉 存多家怕忘記 所以要倒好的銀行 不過要請問一下請問 我們剛剛講到 組合型的基金 當然有一些報酬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投資人 現在要選的話 要怎麼選 投資貨幣這樣選擇 絕對讚 怎麼說 戶櫃選中求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好像 印尼大暴動的時候 那時候印尼頓狂洩 如果在這個暴動 過一段段時間 我就去買印尼頓會怎樣 這叫做 國難財 這個就是我的原理